第一場跑1200米 只有兩隻馬贏過的 電信飛彈6號仔 還有一隻合金之星 梁家俊10檔 兩隻馬贏過的兩隻都排了一個外表的檔位 10檔12檔 11檔是哪隻 向上右 1號應該是慢的 所以如果出快 8號、6號 要快出才行 入過金剛石 金剛石 入過很多次 3次入第2 2次入第3 在這一站來說 上將蔡明肖 跑第3 現在蔡明肖又再來 排個5檔也不錯 入過第4 最厲害的就是 2號、3號 創福威和極爽 極爽 王浩南 上至18倍 跑第5 現在轉為周俊落 鏡頭 鏡頭看見這隻 鏡頭看見這隻 是向上游 這隻馬是跑兩次 兩次 下距 上將99倍 今將隔晚46倍 我猜都是冷門 這隻 3號 極爽 明顯熱了 換了給周俊落 幸好 排到2檔 如果出得快 起碼都在前面 可以跑 因為上將 跑第5 18倍 跑第5 跑32 馬田千二 換了周俊落 看看我怎樣 上將跑得好的 6號 電信飛彈跑第2 10號 金剛石跑第3 再數下去 就是精算測驗 以及極爽 精算測驗 上次跑第4 這隻馬 9號 就是 跑一次一次落地 同程紀錄 就是 未建立 他未上過名 但是上將跑第4 尼地 10倍 跑第4 這次被波建治 又排了一檔 我猜是否能出閘 四圍望 專注地跑 我猜這隻馬 都會有些表現 會有些表現 會有些表現 我現在看到2號 創福 這隻馬上將78倍 跑12 2號 本程的成績 最厲害 第4 未試過有位置排載 2號 我們看看概率 這個4號 叫德福霍銀星 20多倍 隔晚也是20多倍 這隻馬 初跑旨呈 4號 特福 但是檔位就漂亮 3號 不知道準備好沒有 上一次賽事星期三 全部跑出來 win 的馬 他的近跡都是好 除了一隻狂武派 狂武派連續兩次跑11名 突然就贏了 贏了一個尾場 大冷門 這隻4號 好像 好像還沒準備好 不是很露定 那隻馬 都有點動靜 不知道 說概率 就 說概率 6號和8號 兩隻馬贏過 兩隻馬的勝出率都差不多 6等於8 如果你選擇勝出率的話 是前列分子 近跡是10號 6號 9號 3號 好像10號 6號比較聚焦 這兩隻馬 幾個系統都指向這兩隻馬 我現在正在關注 我現在正在關注一些近跡跑得較前列的馬 例如 6號 10號 9號 3號 但我也是 一會兒看電子機 我也是選擇兩隻來買 選擇一隻 或者兩隻來買 長期這樣做 就 很難輸死你 我又不是要暴富 暴富 暴富 有些人很厲害的暴富 暴富 買大冷門 買一張票給你看 我就沒有 長期這樣買 我每隔 四場 還可以選擇 VIN 如果你有看我的影片 你也知道 我 我都 有 選擇過單Q 選擇兩隻也選擇 健康 衛生馬 比較多 不錯 也要看別人的 提示界的參考 看看選擇哪隻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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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現在看到一隻 九號仔 精算尺嚴 上次是10倍的 波建市 現在是熱了 上次跑第四 這次原班人馬又再過 但是 上次是跑泥地 這次是跑草地 但是這隻馬 精算尺嚴尼尾 沒贏過這個路程 跑一次一次落地 這隻馬 在咬一下咬一下 挺好的 這隻不錯 這隻 明顯比上次熱了 一會看看有沒有票 這些馬很重要 一檔 金剛石十號仔 就 正扣 不要管他算不算分 贏得就贏 除了馬會計分 還有馬主 還有一些 幕後人士 11號仔 雙藍棋 上將尼海榮 58倍 現在潘苓 4檔 就 十多倍 11號仔 就是跑五次 五次落地 都 都不是我選擇那類馬 我選擇一些 近期跑得好的 三間一 頭牆低班 試試 主持要三號七號八號十號 沒有要六號我要六號 我選六號 就如果買 買Q 買隻 六號三號 六號三號 三號很喜歡的檔漂亮些 看這個 周進樂會不會 是 痛定思 和 進步 一點 第一隻就是六號仔 見到 田泰安 上次跑第二 八倍 今次 多了飛 原班人馬再來過 隔不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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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能不順氣 再來過 上一場是十二檔 現在又是十二檔 這樣 他不幸運 六號三號 我關注的就是 六號 九號十號三號 這些 我買就買六號三號 四號 七號 突然 不舒服 姜姜 和我一樣 喜歡六號三號 大件事 我突然照射她 沒有好結果 希望這次不是 她選了六號 走頭 6号上名率0.33,取胜率0.11 金刚石10号上名率0.4是比较高的 在这一帮马来说,跑过12次 上次第三,前次第三,好像近跡都蛮好 所以10号是很多人关注的 3号极爽,上次第五,前次第六 近跡就不够6号那么好 不过他现在是明显有动态 上次黄澳南18倍,跑第五 他现在比较有红格 3号、6号现在有颜色 10号、9号都是好的,近跡 9号仔上次第四,前次第五 近期都近跡 但就没赢过,没入过位置 还没试过有派赛 但不只买这么多只,只买一只两只 我选了7号的蒜头本色 阿佳莉就选了3号的极爽 只剩下 4号仔,德福 5号仔,好有纯的冷门马来的 5号仔,20倍 现在红格就是3号 6号已经不是大二门了 6号仔,黑色 黑衣有个V 田泰安跑到最外档,12档 11档就是1号仔,应该不是快马来的 我应该是有机会 如果出得好些,不要缩住里面 就像上次那样跑 起码有些机会 8号,合金之王 11倍 9号就精算赤炎 10号仔,金刚石 蓝色就红色 红色格在背部 现在3号就变了4倍 可能少于4倍开炮 现在正在进门 时间足够,交给集团 3 全部马不准备 陀堂透唱再次 5班千2的短途赛 大热,是3 准备 随时起步 好,一出门的时候 得福快,里面极爽快 外面还有金刚石 第四位的马 看到大外档 蒜头本色,骑上去 再看到外面很有信 内蓝6三大约 接着第六位还有精算邪炎 中间夹着的马 还有双蓝旗 后面的5匹马 创福威 尾四位置威力起 尾三就是合金之星 贴栏黄三那一匹 后面两只 电信飞弹在尾二 暂时包尾 是那一匹向上游 转弯的时候 前面带头的马 看到埋便位置是金刚石 在外面是蒜头本色 守住第三 外面位置是德福 埋便上来了 第三位就是极爽 德福第四位 第五位上南旗 里面精算赤炎 在后面的马 合金之星 是紫色眼罩黄三的 在内南那边向上游 扔出去外面追 有创福威和电信飞弹 转到来最后二百多米 前面金刚石 前一个新威 看到南晚舟的极爽 逐步揽上来 外面有一对精算赤炎 外面位置还有双蓝旗 外面上来还有合金之星 最后一百米 极爽的去勢比较强些 埋便金刚石 有点力弱 外面上来的马 有双蓝旗和合金之星 那种脸先拔头筹的马 是极爽的 极爽的 极爽赢了 那只田太安真的没有了解 出杂失机 热门马赢了 不知道金刚石有没有份 金刚石就要拍照 不是输了 比第三也没有了 合金 有份 3号10号都有份 很多人贴的 3号10号 田太安令我很失望 我真的12档 算了 12档 3号赢了 我跟Janny撞马 就不太多佬礼 看着外面这只 田太安 深色衣服 现在又想冲上来 红色帽 没有了 看看右边 没有了 金刚石在前面 在后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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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令我失望 真的 跑短途 可以这样 真的 又要等他排内档 才购买 蒜头 在第二位 黄色 周俊乐 在第三名 赤焰在第四位 在前面 不断斗 这只红色 没有了解 这只红色 不看他 现在周俊乐 在前面 沖了直路 那只十号仔 在里面 也很勇敢 一边打住 一边打住 已经有几只马 一起沖 我想十号仔 有份全 有份全Q 三号十号 三号十号 八号 哎呀不是 八号什么都没有 合金什么都没有 双蓝旗,这只赤岩,这只赤岩很近的 3号10号 好